在比利時 一位感染中共病毒的醫生 在昏迷三週後走出了這場噩夢 他回憶在瀕臨死亡的時候 看到了死去的親人 安托萬薩西恩是一位比利時泌尿科醫生 他週日離開自己曾工作過的 布魯塞爾三角洲奇瑞克醫院時 受到醫護人員們的掌聲鼓勵 58歲的薩西恩和他的團隊 都在醫院被確診感染病毒 他的症狀惡化被送進了重症監護室 在那裡昏迷了三週 在出院前一天 薩西恩描述自己的經歷 他表示 很幸運能夠活下來 自己不再有傳染性 但為了防止再次被感染 他要戴著口罩 然而在比利時 很多人感染病毒後 沒有薩西恩這麼幸運 比利時週日報告了38,496個確診病例 其中5,683人死亡